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忙 家里有孩子热闹点 所以结婚后 我们接连生了四个女儿 但我渐渐发现林染对二女儿特别冷淡 怀疑一旦开始 就不断疯涨 我偷偷拿着二女儿的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 果然不是我亲生的 得知鉴定结果后 我心里乱糟糟的 决定先找林染谈谈 可我刚说了几句 他就勃然大怒 把一杯热茶全破我脸上 DNA检测就一定准吗 你宁愿相信外人的话 也不相信我 退一万步说 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 孩子一直叫你爸爸 你就忍心这么伤害他们 等等 他们 什么意思 我感觉头上有一片青青草原 当天下午 我又去了一趟鉴定中心 工作人员看我的眼神充满怜悯 煎熬的等了一个星期 结果才出来 好家伙 死的孩子都不是我的 绿帽子属于在我头上跌落汗了 我回去问林染 孩子们的父亲到底是谁 没想到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死活不说 孩子是谁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不是你的 可他们都是跟你姓的 你丁子属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是我一个人在外吃苦生下孩子 都十年了你才发现这件事 这不正说明你平时根本就不关心孩子不关心我 我忍不住怒吼 我在外面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能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没说过一句重话 每年金镯子金项链名牌包都给他买 逢年过节八千八百八十八 五千二百的红包也给他发 不为别的 就图回家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去换来这样的结果 算了 我跟你说不通 明天就去办离婚 什么 丁子属 就因为这点小事你要离婚 我不同意 小事 我都气笑了 为什么不同意 离婚你不正好去找孩子的亲点 我跟他们都是玩了而已 你才是我的亲亲老公啊 要不然我怎么不嫁给他们呢 老公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他们都只是宾馆 你才是家 我保证 下一个孩子一定是你的 放心吧 老公 亲亲人家吗 林燃怎么都不离婚 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是彼此的亲人了 不是吗 我再说 他就扯着绳子 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生怕事情闹大 丢的是我自己的脸 跑去工地借酒消愁 工地上有几个人在活水泥 一个小包工头看到我 远远地跑过来 丁哥 这个点你咋来了 有什么指示 他叫徐峰 手下有个十几人的工程队 挂靠在我公司 其实他年纪比我还大几岁 但平时都叫我哥 没事 来找人喝顿酒 有空不 整两瓶 有空有空 他一脸谄媚地点头 皮得白的 徐峰买了两箱青岛啤酒 还烧了花生米压货 他给我倒上酒 咋的拉哥 喝闷酒 我说 心里不痛快 丁哥你豪车 开着豪宅住着 媳妇又年轻又漂亮 要啥有啥 能有啥不痛快的 他不提还好 提起这我就满肚子火无触发 看我脸色难看 徐峰赶紧安慰 哥 这是为啥呀 跟嫂子吵架了 几瓶啤酒下肚 我嘴上也没太有把门的 不是我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 生了好几个孩子 都不是他 我叙叙叨叨说着 徐峰一边给我倒酒 一边大骂渣女 不过 话又说回来 丁哥你这朋友 生事平时老在外面不着家 我点点头 你别看兄弟年纪不大 但对女人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女人是感性动物 光在外面挣钱不行 得给他温暖 可我不挣钱 怎么养家呀 不是 我朋友 钱可以少挣 老婆就一个 反正两口子出了问题 两边都有责任 那要是你 你咋办 反正我是不离婚 孩子亲生不亲生的 养这么大也都有感情了 谁养的孩子跟谁亲 以后能养老送中就行呗 再说了 咱们江西这儿 娶个媳妇好几十万 我可不舍得离婚 再娶一个又得花钱 你的意思 就这么忍着 不忍啊 得让这女的 再给你朋友生个亲儿子 怎么说 还是得有个亲生的 找别人生 还得在掏彩里 有现成的干嘛不用 徐峰去撒尿 我仔细琢磨她说的话 倒是也有点道理 我花大钱 娶回家的媳妇 没给我生孩子 光给别人生了 亏死了 怎么也得让她 给我生一个种 卧槽 不会是我不行吧 我正胡思乱想着 徐峰的手机铃声 一个劲儿地响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吵得要死 我拿过她的手机 是移动客服的电话 10086打来的 挂掉 还打 我索性按下接听键 你好先生 一元包 100G的流量需要吗 我说 不用 好的先生 再见 这客服的声音 有点耳熟啊 话说 她这流量 咋比送我的便宜 这么多呢 跟徐峰聊完回去 心里好受多了 林染给我打电话 叫我去我妈家 吃晚饭 老太太刚做完手术 你去打扰她干啥 什么叫打扰啊 话说得这么难听 奶奶想孩子 孩子也想奶奶 怎么了 电话那端 我妈的声音传来 紫辰啊 快回来吃饭 小染买了 你最爱的绿豆糕 我硬着头皮 去我妈家吃了晚饭 整个过程都提心吊胆 生怕林染脑子抽风 做出点啥 再刺激到老太太 我爸的癌走了 老妈身体也垮了 头两个月 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妈 你也管管紫辰 整天就这么不着家的 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 才回来 每个女人受得了 老妈笑着用筷子头 敲了下我 小染说得对 以后没事早点回家陪她 她可不一定愿意找我陪呢 面对老妈 我只能强颜欢笑 吃完饭回家 孩子们去二楼写作业 然子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顾不上老人 我替你惊笑而已呀 别装了 以前三五个月都不去一趟 突然转性了 哎呀 老公 不是说好以前的事都不提了吗 咱俩以后好好的哈 你看咱妈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也不好 你也不想她知道咱们的这些事吧 她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摘了个绿色的葡萄 塞我嘴里 刚买的秦王 可甜了 我跟吞了苍蝇似的 赶紧躲到沙发角落 生怕她会对我做出些什么 好在这是她的手机响了 我瞥了一眼 来电号码显示的是10086 今天移动公司还挺忙的 刘亮 不需要 谢谢 再见 林染挂了电话 哼着歌去浴室洗澡 晚上等她睡熟了 我偷偷拿过她的手机 用指纹解了锁 点开那个备注 是10086的联系人 果然 这她妈是徐峰的号码 我就说 林染用的是联通公司的手机卡 轮得着移动公司给她送流量 再点开微信 没有找到和徐峰的聊天记录 点击退出 切换账号 她还真有小号 进去后 真亮瞎了我的眼 最近一次聊天 是在下午 林染说 我才不离婚呢 花着她的钱 还让她替咱俩养着孩子 多好呀 可惜 以后不能再经常见面了 徐峰回 宝宝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林染问 你说 她不会非要离婚吧 徐峰问 不会的 她这人就是个软蛋 再说了 她不是有个老娘呢 她要离婚 你就去她老娘那里闹 准保她屁都不敢放 林染回 对 晚上我就去看她老娘 徐峰心里一定很爽吧 表面上对我点头哈腰 背地里玩我的老婆 我忍着想要杀人的冲动 一点一点翻看着林染的手机 除了徐峰 这个小号还有一个联系人 备注是七月 本想在查查这人是谁 可林染翻了个身 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放回原处 她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句 睡吧 阿峰 我躺了一会儿 怎么可能睡着 转身啪 给了林染一巴掌 丁紫辰你抽风啊 啊 我睡懵了 老婆 我梦见别的男人要抢走你 我跟他干着来着 林染脸上慢慢浮现五个指印 但她也不好说什么 你做梦就做梦 下手这么重 可她说 你给她生了孩子 就是她的女人了 告诉你多少遍了 我跟他们都只是玩玩而已 你才是真爱 等等 他们 我想起那个备注是七月的联系人 玩玩 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 此后一段时间 我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 偶尔回来 喊给孩子们带礼物 大女儿九岁 嘴巴最甜 我最爱爸爸了 爸爸最好了 林染也装起贤妻良母 时不时做个饭 有事没事去看我妈 我叮嘱她 少在老太太面前胡说八道 哎呀知道了 咱两口只要过得好好的 我还能说什么 她一如既往地自信拿捏我 从我俩出对象开始 她就看不起我 说我长得又丑又矮 配不上她 结了婚以后 也一直把我当软蛋 晚上我又看她和徐峰的聊天记录 得意洋洋地说一切都解决了 林染说 这周五她出差 我把孩子送娘家去 你来找我 徐峰回 去你家 安全吗 要不还是去酒店吧 林染说 来吧阿峰 怕什么 在我家睡她的床 你不想更刺激一点吗 看着他们不堪入目的调情记录 我发现自己竟然不会再气愤了 我偷偷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拍到林染提前几天买了一包东西 锁进柜子里 晚上趁她睡熟 打开一看 是香薰 蜡烛 润滑油之类的东西 准备的还挺充分 看得出来她很期待 中午出门前 我把摄像头拆了 徐峰也是干建筑的 她对这些东西很敏感 我不想让她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奸情 中午晚上 我躲在楼下的便利店 看着徐峰闪进了我家 半个小时以后 120也开了进来 又过了一会儿 消防员也来了 笑死了 那两口子玩得真花呀 手铐靠床上打不开了 哪光手铐啊 人都沾一块了 你们没见着呀 抬出来的时候 两人贴得紧哦 副距离 听说是用强力交当情趣 咋的 用浇水更刺激 但我看待男的 不像是这家男主人啊 不会是 不过天太黑也看不清 我和聊八卦的邻居围在一起 笑得直不起身 但他们谁也不知道 那瓶润滑油 是我换成的强力胶 手铐的钥匙 也是我扔的 有好一阵子 没见到徐峰 再次见他 感觉都有点不认识了 皮肤白了 胡子细了 说话柔声细语的 就差撬兰花纸了 丁哥呀 你朋友那是搞定没 嗨 凑活过呗 还能理咋低 都老夫老妻了 他听后 笑着往我身上靠 丁哥 上回你跟我说的 那个公寓项目 能不能 徐峰啊 那个公寓装修 不是哥不想给你 是一般人真干不了 哥你说话的算话呀 我怎么就干不了了 妹妹我 不 弟弟我也是有能力的 我忍住恶心 以前是说要给你 可前段时间 我又去跟甲方谈 人家家亮了 整个两层公寓 都包给咱了 你那小工程队吃不下 那你给我几件也行啊 丁哥你吃肉 叫我也喝口汤也行啊 人家说了 不能拆包 为了保证效果的统一性 只能让一个施工对干 我这边人多钱也多 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介绍 徐峰急了 搂住我的脖子 现在这行情 你不是不知道 你给我个机会 我保证投桃报李 我赶紧一把推开他 不是 徐峰 你有多大点实力 我不知道吗 没错 这项目确实是块肥肉 可你得量力而行 你吃不下 哥 我有车有房 省城给孩子 还买了套学去房 随便抵押一下 几百万就出来了 不差钱的 我装作有些为难 对你 我这心里还是没抵押 我考虑考虑吧 回头再给你回复 上个月 我让另一个工头 花钱挖徐峰手下的工人 他急了 这才找上我要项目 跟徐峰见完面后 我没主动联系他 到第四季度了 收款催公也够我忙的 林染倒是上心了 每晚煲汤给我喝 遇到加班的时候 他还会给我送到公司来 同事们都夸他贤惠贴心 我真是有苦说不出 不过 这段时间确实事情多 我经常失眠 晚上睡不着 白天头疼 心机心慌 去医院拍了片子 做了心电图 说是有点上火 没查出什么毛病 我减少了饭局 早早回家准备休息 刚进门 一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 一股逆人的香气扑面而来 老公今晚孩子们都不在家 林染拿开手 眨了眨眼 都深秋了 他穿了一身清凉睡衣 已在墙角 对我勾手 是有点魅惑人 可刚有点感觉 一想到徐峰趴在他身上 差点把晚上喝的酒都吐出来 今天不行了 喝多了喝多了 我装醉 一把把他推倒在地 林染脸黑了下来 但还是强颜欢笑 我给你泡杯蜂蜜水 七点水果 他爬起来就去忙活 我歪坐在沙发上 等着他伺候我 他一边给我捏肩 一边问 老公 最近你怎么这么忙啊 人家每天想你想的不行 哎 没办法 男人得挣钱啊 最近有个大项目 干好了能挣不少钱 真的呀 老公 那你挣了钱 打算怎么花呀 怎么花 我想把公司再扩大一些 这些钱估计都得投进去 林染明显很不高兴 赚了钱也不给我花 有什么用 我得长远打算 你懂个屁 再说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 我骂了一句 老公 其实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钱再多 也不如你的健康重要 你看你最近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好 黑眼圈都比上大熊猫了 我真怕 晚上我强撑着满足了林染 他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 我又翻出他的手机 轻车熟路地解锁 切换小号 真不知道他是蠢还是太自信 以为我不会发现他的小号 那个备注是七月的联系人依旧是空的 相比之下 和徐峰的聊天记录就丰富多了 两人商量着怎么让我把公寓装修的项目给徐峰 宝宝 我挣的钱都给你花 到时候我带你去马尔代夫 去巴黎岛 想怎么玩怎么玩 阿峰 还是你爱我 林染明显更满意徐峰的说法 我给他饭里下点东西 保证叫他生不如死 宝宝 你做隐蔽点 不要被发现哦 只是加几味煲汤的药材而已 死不了人 不过是会让他兴奋一些 阿峰你放心吧 这软蛋 要是敢把项目给别人 我就学学潘金莲 给他整点毒药灌下去 哈哈 越看我的心越凉 我疼爱了十年的妻子 竟然想让我做五大郎 第二天 我联系了徐峰 上次说的那个项目 找个时间 我带你去签合同 谢谢丁哥哥 哥们一定会终身报答你的 别谢了 我害怕 而且我这身体也太虚了 承受不起你的报答 签完合同 徐峰掩着嘴笑 越看越像九千岁 估摸着是上次受伤的后遗症 我也松了口气 公司的事也告一段落了 我想专心去查一查七月 我在家里 偷偷又装了监控 但没发现什么 林染没往家里带过男人 唯一的收获 就是她对大女儿丁情特别好 其实 四个孩子里 我也偏爱情情 没别的 她嘴最甜 妈妈 我想爸爸了 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 我不过是一周没回去 这就想我 爸爸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呀 难道孩子知道了真相 怕我不爱她了 不会的 你别乱想 好好考试 下个月期末考试完 拿个高分给她惊喜 情情重重地点了点头 成年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伤害最深的往往是孩子 我何尝不知道 孩子们是无辜的 九年的朝夕相处 父女情深 又怎么能说断就断 等她考试完 我要买个礼物奖励她 小年夜 徐峰请我喝酒 居然喝的是红酒 她春风得意 满面红光 零过年了 甲方刚给结了一笔项目款 公司的几个小包工头 都恭维她 这么好的机会 人这一辈子 都不一定能碰到几次 丁哥真是偏心 这项目 我争了好几次都没要来 徐哥 小弟我略懂棋黄之术 一看你这面相是有大财之韵啊 徐峰被夸得飘飘然 媚眼如飞 敬各位哥哥们 她一杯接着一杯的肝 吃完饭 还不尽兴 非要做冬去按摩 我没跟着去 因为我要趁她不在家 去找她老婆 徐峰的老婆里妹 跟我是初中同学 但不是什么白月光之类的 就是普通同学 她是个实在人 我不忍把她卷入到纷争之中 我告诉她 徐峰出轨的是 起初她不相信 丁子晨 俺们老徐是很老实的 我把微信聊天记录拿给她看 徐峰手机里有一个备注 是10086的联系人 那是我老婆 里妹巴拉着看了一会 脸色沉得能滴水 她忽然把手机一摔 破口大骂 这个狗男人 我就说什么客服电话 能打一个小时 老娘在家 伺候她瘫痪的老爹 她在外面给别的女人花钱 哎哟 我的手机 我心疼地捡起来 也不全是她花钱 我老婆也给她转了不少钱 少废话 老丁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问 什么 你来找我 不是想联合我一起报复吗 那倒也不必 我是希望你早点远离渣男 放心吧你 老娘不伺候了 今天就回去跟她离婚 不行 她妈的先揍她一顿 再把她的钱都卷跑 李梅端起双手 捧起咖啡杯 仰头一眼而尽 老丁 大恩不言谢 有啥需要我干的 你尽管开口 老娘与渣男势不两立 她慷慨激昂地说完 气哄哄地摔门走了 独留我一个人在原地纳闷 她这么厉害 徐峰是怎么敢的呀 过了年 我去工地上 刚到那就听工人说 徐峰又跟媳妇干长了 咋回事啊 我看着她脸上的 东一道西一道的指甲印 就八天心伤的 李梅战斗力不容小觑啊 没事丁哥 家门不幸啊 汉父汉父 两口子 有啥过不去的 多大的事啊打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咋惹她了 按说我现在对她 是温柔如水柔情私密 昨天想我先吃饭 再喝汤对胃不好 前天是说我进门 先脉左脚不吉利 大前天是穿袜子 没穿红的 穿了黑的 我呀 真是秀才遇上兵 有理说不清 她捂着脸 一副欲哭不哭的样子 我赶紧走了 再待下去 我生怕会忍不住笑出声 回到办公室 我忽然想起 丁琴期末成绩快出来了 光忙着徐峰这边的事 差点忘了 我赶紧去精品店 给她买了个大玩偶 放到后备箱里准备着 可一天两天过去了 寒假都快结束了 丁琴也没来跟我说她的成绩 我问凌染她考得怎么样 她满不在乎地瞥了我一眼 问这干嘛 孩子学习 你从来不都是不管 说你一点不关心 我跟孩子 不冤吧 看着在房间 披乐高的丁琴 我壮作无意地问 这是新买的 以前没忘过呀 对呀 刚买的 琴琴这次考班里第九 这是奖励 我这才回过未来 敢请我闺女想念的爸爸 不是我呀 李梅还真跑了 她逼着徐峰 去领了离婚证 理由是不想再伺候她老爹了 给多少钱都不干 这套说辞挺正当的 徐峰也不会多想 反正自己马上就要发大财了 糟糠之妻 趁早甩了也好 但她没想到 李梅竟然带着孩子 卷了钱跑了 其中还有不少工程款 还放在她的户头上 不知道李梅是怎么搞到手的 她一个农村妇女 怎么突然伶俐起来了 我暗笑她 光顾着研究别人的老婆 自己的老婆倒是全部关心 别小瞧农村人 尤其是农村女人 乡村和土地孕育了 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 一时间徐峰焦头烂额 连男子汉气概都恢复不少 为了工期不断 她只能自己往里垫钱 把名下的两套房子 都拿去做抵押 狗急跳墙 她居然催着林冉拿我的钱 去填窟窿 徐峰说 宝宝 亲亲冉冉 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 你一定得拉我一把 林冉回 阿峰你放心 丁子沉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她还争取了十万块钱给徐峰 这应该都是她的私房钱 她找我要过几次钱 我满口答应 但绝不真给 今天给供应商赚了材料款 限额了 钱让会计拿去交税了 最近税务查了眼 这个小会计新来的 管钱管得特别严 说我是法人 也不能随便从公司拿钱 真没把我气死 明天我就开了它 我就这么一天一天拖 终于把徐峰拖几眼了 林冉说 真的没有了 丁子沉这个蠢蛋 把钱都投公司了 徐峰问 之前不是说好给我的 没钱你去公司账上支 你是老板娘 谁敢不给你 林冉回 我那么干 她肯定得起一心 徐峰说 起一心你就杀了她 杀了她 钱都是咱们的 林冉回 阿峰 你别开玩笑了 徐峰说 我没开玩笑 不是你说的 可以为我做潘金莲吗 两人不欢而散 这次聊天之后 林冉明显冷淡了不少 不仅没再给她送钱 甚至连面都不见了 徐峰几次索要没得逞 大骂林冉不仁不义 我都为你离婚了 你现在到扮演起 贞结裂父了 当初这个项目 是不是你同意我干的 挣钱的时候 我给没给你花 现在出事 就让我一个人担着吗 林冉 你这个贱货婊子 你要是不给我钱 别怪我把咱俩的事 抖搂出去 我过不好 你也别想好过 事情发展得有些超出控制 林冉明显有些害怕 跟我说 她想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带着孩子走了 也不怪徐峰发疯 甲方那边一直在催她 再不能如气开工 就终止合同 到时候 不仅赚不了钱 还要赔付违约金 我安排人悄悄盯着林冉 她回娘家待了一天 就扔下别的孩子 只带着丁情一个人 跑到隔壁市去了 我一张张翻看 林冉和一个陌生男人的亲密照 他们玩手逛街 牵着丁情 俩然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三分钟 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所有信息 咱也当一回霸总 林冉在隔壁待了五天 才恋恋不舍地回来 她逍遥自在 徐峰却已是穷途陌路 好不容易凑到钱 赶紧进货 召集工人重新开工 这才刚松了口气 可更大的灾难在后面呢 第一季度刚干完 该结算了 甲方爆雷了 所有的资产被法院查封冻结 徐峰一千多万的工程款 全部无法如期收回 只能和所有的债权人一样 等着法院强制执行后 希望能讨回来一部分 可给他干活的工人们不愿意等 借给他钱的亲戚朋友们 也不愿意等 可徐峰把全部身家 都压在了工程上 留给他的 只有一堆水泥钢筋 债主们整天追在他屁股后头要钱 农民工把他告到了法院 还有人要不回钱 把他揍了一顿 抵押的房子 因为还不上钱 被银行收走了 徐峰连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人也彻底疯了 他不断找林染 想弄点钱 可林染已经不想理他了 我偷偷看过他的微信小号 已经把徐峰拉黑了 现在的联系人只剩一个 七月 真名许佳寅 是林染高中的初恋情人 上外地读大学后 他抛弃了林染 毕业后 在外面工作了两年 又回来考了林氏的公务员 据说 一考上公务员 就甩了女朋友 至今还没结婚 在我们结婚前 他的林染就勾搭上了 丁晴是他的孩子 难怪林染那么偏心 我回到家 丁晴立刻扑到我怀里 甜甜地叫 爸爸 爸爸 你上班辛苦了 我没忍住 一把推开他 他才九岁 知道所有真相 却伪装出一副 纯真烂漫的样子 爸爸打我 呜呜呜呜 丁晴坐在地上大哭 林染冲出来 对着我拳打脚踢 你这个狗男人 既然打孩子 我要去复联告你虐待 我不想理他 回屋躺下 妈妈 我不喜欢这个爸爸 我要去找我的亲爸爸 让我亲爸爸 打死这头蠢猪 外头丁晴边哭边喊 我从床上爬起来 出去一巴掌甩他脸上 林染疯了似的推丧我 我转身又给了他一巴掌 住着老子的房子 花着老子的钱 想过就滚 不想过就滚 徐峰来找我 求我看在孩子的份上 能帮帮他 他还主动告诉我 林染和许家隐的事 丁哥 按理说 孩子也该叫我一声爸爸 这么论起来 咱俩算是兄弟了 只要你愿意帮我了 我可以替你杀了 那对肩负淫妇 我说 当时这个项目 我是真不想给你 徐峰说 哥 当初都是林染忽悠我 说能赚大钱 这臭娘们坑我 我回 哎 你刚一出事 然子就来找我 说了你们的事 他说瑜伽瑜礼 我都该帮你 你离婚了 以后咱仨把日子过 好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人心软 用不过他 把钱都给他了 别不信啊 你看这转账记录 还有我俩聊天记录 家里有的钱 都转给他了 让他凑个整数 都给你应急 他一共就给我 二十多万 不能吧 我给他转了 三四百万吧 我寻思 不能让这几个孩子 没有亲生父亲啊 再加上咱们俩 这么多年兄弟了 他竟然 没给你吗 妈的 徐峰一拳 砸在桌子上 丁哥 这臭婊子 骗了咱俩 他肯定把钱 给许佳寅了 他妈的 他这么做 对得起你 对得起我吗 他说着 就要找林染 他都好几天 没回家了 说起来 是我没本事 留不住他 妈的 我饶不了他 林染跑去外地 找许佳寅 两人一见面 就搂在一块抱啊 啃啊 我始终没搞明白 许佳寅到底怎么想的 按说他条件不错 找个正经女朋友 不好吗 难道别人的老婆 玩起来比较刺激 我看着两人进了酒店 十分钟后 打了报警电话 唯 我举报有人 蔓英嫖娼 没一会儿 两人衣着凌乱地 被警察带走了 我又给纪委 寄了举报信 身为公务人员 却不懂得 君子不利于 威强之下的道理 那离被辞退也不远了 林染是一周后才回家的 她做了一桌子好菜 可怜兮兮地说 紫辰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以后 我保证 我的世界真的只有你 我把桌子一掀 滚你妈的 真把老子当垃圾桶了 她愣了一下 很快又笑了 骂我是垃圾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性 肥得跟头猪似的 有点脑子 都能想明白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要不是你有两个臭钱 我能跟你 离婚 现在想离婚了 不就是想分钱吗 学点法吧 你出轨在先 离婚可以 钱你一分也别想拿走 你等着瞧 她信誓旦旦 林染不去民政局 不去法院 跑到妇联说我嫖娼 说我抛弃妻子 说我当代陈世美 抱着小女儿 在我公司董门 拉横幅 说我家庭暴力 甚至还跑到我妈那里闹事 气得老太太被120拉走了 好多人 甚至妇联主任都来劝我 家和万事兴 男人嘛 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媳妇只不过是 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 现在他也知错了 就原谅他吧 孤儿寡母 在很多人眼里 就是弱者 他的眼泪 就是对付强者 最有用的武器 不过 他闹得越大越好 徐峰找到他 一句话不说 笨着他先揍了一顿 又掏出打印出的亲密照 撒了一地 你这个仓妇 臭婊子 给我们兄弟俩戴绿帽子 拿我们兄弟俩的钱养男人 还有脸哭 告诉你 许家瑜被单位开除了 你不是想离了婚 带着钱跟他过吗 不是拿他当白月光 当真爱呢 别做梦了 人家搭上富婆 甩你一次还不够 还能甩你第二次 林染慢慢不再反抗 任由徐峰的拳头 落在他身上 我忽然想起 十年前的那场婚礼 有风有云 我们携手并肩 一同走进婚姻的坟墓 警车来了 带走徐峰 救护车来了 带走林染 徐峰被判了一年半 他进去之后 里没去看过他 也没别的 就是跟他说了说 现在生活多美 他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 自己拿着钱 别提多潇洒了 到处旅游 享受生活 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老丁啊 你也赶紧离了吧 我摇摇头 离不了 因为林染 怀孕了 他非说孩子是我的 是我那次酒后惹的祸 我没把事情挑明 他就还当我是傻子 又想让我帮别人养孩子 为了表示决心和诚意 林染把丁晴送回到许家隐身边 可许家隐忙着伺候六十八岁的老富婆 哪会接这趟手山芋 他给丁晴买了车票 把他赶了回来了 爸爸 你最疼我了不是吗 别不要我 我以后保证乖乖地 好好学习 丁晴养着小脸 摇着我的手 眼泪汪汪地央求着 像从前一样 林染把丁晴送回了娘家 她从独市里最好的小学 变成了独村办小学 再也没有零花钱 没有芭比娃娃 没有新衣服 其他的孩子也都送养了 他们都还小 我尽量挑了好人家 保证他们以后生活无忧 林染在家养身子 但不再是养尊处优的阔太太 而是怀着孕 也要洗衣服做饭 还主动把我妈接了过来 伺候老太太 她现在只能依赖我 我绝口不提 从前的那些龌龊事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我找林染好好谈了谈 把所有事情都挑明了 告诉她 你们欺人太甚 我从来没想着放过你们 所有这些都是我做的局 你们谁也逃不了 我就是要你生下孩子再离婚 这是徐峰的吧 等她出狱 说不定还会再来找你 林染脸色煞白 老公 紫辰 你 你不是这样的 那我是什么样的 还不是你把我逼成了这样 知道吗 你跟徐峰在我的床上滚来滚去的时候 我就在对面看着 所有的照片我都留着 以后等你老了 我要给所有人看看 你是多么的下贱浪荡无耻 我改了 我以后会安分的 她瘫坐在地上 悲痛大哭 忽然又拱起身子 捂着肚子 肚子疼 肚子疼 送我去医院 我冷眼看着她 打了120 孩子活了 林染死了 她动了胎气早产 我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按说七活八不活 我也没想到孩子活了 我把她送到了福利院 把福利院的地址告诉了 还在监狱的徐峰 我卖了房子处理了公司 带着老妈搬到了另一个城市 忘却前程就是 开始全新的生活